喔 所有的樹全部黏在一起了 最後一個人了 嗯 阿這個人是誰阿 剩他們三個人 根 喔 所以說後來他們三個人都下來了 阿這個我知道 這個就是那個嘛 結果後來去打仗了阿 這是他們的後代子孫耶 好酷喔 好酷喔 哇 N S I E A N S I E A 搞不好看不懂這是什麼意思 F 我們先去裡面看一下好了 他這裡面有寫阿 第三個沒有祭品阿 我們祭品是不是少一個阿 最後要復活的就是我們的主角了 真的嗎 所以說我們這的話真的是讓他復活了 依照 英文字幕輸入對應的數字 可是我們沒有JR 先取得三人脖子上的掛鉤 原來這可以拿喔 原來如此 我想說 我想說他們是給他們帶著有沒有就比較帥這樣子 所以這個要依序把它裝上去嘛 裝錯了 這一個 嗯 這是2點 2點40分 他從不在裡面 啊 進去了 哇 怎麼會變這樣 哈哈哈哈 為什麼 也太好笑了吧 一樣耶 一樣的時間點耶 都是一樣的時間點 他們都被抓了 他們被帶進去了 然後他就打開了 這是我們要擺這個順序喔 然後重量要一致這樣子嗎 先睡了好 9點多了 好 進入房間裡面 根據下圖的那個提示 將個 放在對應的位置 讓他這樣子有一個水平就對了 掉水 好像差不多了 有 哦 密碼出來了啊 如果是這樣子放就出來了啊 這樣怎麼看 好啦我直接看答案啦 他上面寫說5嘛 535234 為什麼是535234呢 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S是5 我們來看這樣對一下好了 眼睛 S在這裡 怎麼看都說不過去 是5啊 好 我們來看一下MX M是3 M是牙齒嘛 牙齒是3 對啦一個部位 我們先不要看眼睛好了 好不好 就 M13嘛 我剛剛Keyer沒錯 他的I 他的I跟S都是5 這個我就不懂了 為什麼 I跟S都是5 總而言之他們是一對眼睛 啊不是一對眼睛 一雙眼睛 我在公開小 然後呢 他們的E是2 E是 E是誰的啊 E是那個 血的嘛 是眼淚的嘛 對 是2沒錯啊 然後A是6嗎 他A是寫3耶 他的A是腦袋嘛 是在這裡沒錯 對啊 所以說其實他是 刻意要其他的器官來混淆我就對了 然後 他的這個R是4 R就是這個嘛 就是這個4 就這樣一個而已 所以說他還故意掺杂這個I 他故意掺杂這個I 可是I為什麼會是5呢 對眼睛 一雙眼睛 眼睛是控幾個空位的 1 2 3 4 5 1 2 3 4 5 一對眼睛 一雙眼睛 眼睛是控幾個空位的 眼睛是控幾個空位的 所以是5 誰最好是會有人知道 他的這種邏輯是還要從中間 數過去 1 2 3 4 5 然後 是5這樣子 真的是有點扯耶 這個誰知道啊 他也沒跟你講要間隔啊 幹 這個這 卡好久我先去微波論冰犬 論捲餅 這一次舌頭 舌頭是5 5等於I 你說這一次舌頭 這個是1耶 舌頭放在5 阿算了 我不管 我放棄思考了 一定不要爆炸了 他有些地方是故意要混淆你的啊 媽的 氣死了 腦頭有打布魯茲嗎 有啦有啦 不用問了 一定打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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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眼睛跟眼睛的中間空幾格也要算一個數字 這根本就說不通啊 他明明就告訴你說每個器官下面的數字 依序給他Key上去 然後他還給你就是 完全沒有邏輯性的就是 從這邊數過來 啊 是5 所以說要輸入5 好 可以 太丟了 櫃子上有提示 喔 長出來了 吃光光了 長大了 哇 喔 終於復活了 真的復活了嗎 好 可以可以 通通都給你 由那邊來邊去了 拿去吧 時間倒流 時間倒流 蹦出了一個小孩子 The End 結束了 我的腦袋已經要爆了 沒了嗎 66666 他不是說有隱藏關卡嗎 隱藏關卡在哪裡 去第一關的公司保密碼弄666 這個好 這個好 試試看 殺彈的意思嗎 666 喔 真的666了耶 這是怎樣啊 喔 在這裡 等一下 這是你藏關卡 我這樣算結束了嗎 沒了 這就是他要藏身不老啊 嗨 又是你 小笨狗 變成金色的框了耶 啊那 欸 不是這個 在哪裡啊 就是惡魔的意思啊 對啊 不要騎大串喔 不要騎大串喔 直接給你禁言啊 會上要早期每個大戰鬥都有一個 3 4 3 2 1 沒反應啊 他不甩我耶 他不甩我耶 還是你給錯了 我看一下 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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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多少啊 他是 3 4 2 4 1 3 4 2 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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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2 2 1 1 2 2 1 A6M4 L1 好 不管了 我們就直接依照攻略的方式去解 你看喔 C在哪裡 這裡沒有C耶 它的C點哪邊 喔 靠北啊 R O W 鬼扯 4 3 1 2 5 來 看下一個 這鬼扯沒關係啊 下一個是哪裡 Marie 瑪莉的 1 2 3 4 5 瑪莉的手掌 好 按錯了 繼續 2 3 1 2 3 2 2 2 3 3 3 有事嗎 又來越屋裡頭了 這個遊戲本來就很難懂 真的 我快炸掉了 我們繼續看 還有什麼 你說這個手 倒還可以有 有機可尋 可是你說 暗牆壁上的那個 我就 我就不懂了 我真的沒辦法 沒辦法去懂 那個是什麼 到底什麼鬼啊 再來呢 下一位是誰 這樣子 要獎牌回來 你給我騙 不是這樣子的嗎 喔 是擺錯位置了 好像是這樣子的樣子 超傻眼的耶 你可以玩玩方塊系列 是同個系列 不要了 我已經被 我已經被虐到了 林北已經被虐到了 好不好 夠了 看下一個 天啊 這後面越來越 越看不懂在幹嘛了 啊 U S P 然後呢 Y L A K Y在哪裡 Y L A A K D 老樓下次玩旅館比較好玩 真的嗎 可是旅館都是英文吧 趕快把影響關卡結束 先結束再說 不管了 現在要去找占卜 占卜 占卜 占卜姐姐了 占卜姐姐 看一下我們上次怎麼擺的 好像是這樣吧 XD 惡魔王在這邊的樣子 欸不對 在這裡 欸 我擺錯了嗎 看 喔沒有擺錯 這邊 就要做交換 該死了 結束了 出現了遺藏關卡了 我們來看一下遺藏關卡藏什麼藥喔 好 先我們來玩一下 HELLO BROTHER 你好哥哥 請找到長生不老藥 HELLO BROTHER FIND THE ELEXY 所以說呢 這要怎麼搞 貨 這什麼 空氣 這什麼東西 呃 空氣 水 變成沙子 完了 怎麼辦 這怎麼解 秀湖是作者 這作者第一個作品 方塊逃脫系列也是 跟秀湖 根源有極大的關係 不要 我放棄了 這個 這款遊戲結束 我就不玩了 我覺得我快死掉了 我快要掛了 幾模幾模爛 這個遊戲 實在是不想思考了 累了 我來看他到底怎麼合成的 他首先呢 他先合成什麼鬼啊 他先點火 然後呢 合成沙子 然後再燒 哇靠 變瓶子 這樣子 變了玻璃瓶 然後呢 然後呢 最後呢 水 水加空氣再加種子 再加水 水 加空氣 然後呢 墓燒 加水 變這樣子了 然後呢 然後再加水變成貝殼 為什麼 以後會再看Q&A嗎 我哪時候開過Q&A啦 這關超難 真的很難欸 這個煉金要看攻略喔 右邊要擺滿 真的假的啦 我恨這遊戲 我已經開始對這遊戲產生怨恨了 恨了 好拉 他把貝殼放上去啦 幹 國外的攻略耶 大陸網站的攻略都不難快轉的捏 火加種子 加空氣 然後呢 再加火 火 加種子 加空氣 再加火 然後再加貝殼 會變成粉筆 為什麼 好了 What the 全部要擺滿嗎 變成蛋 變成蛋 哈哈哈哈 我自己我也不知道我在幹嘛啦 有煉金攻勢40種 幹 搞得我都頭 我都蛋疼了 痾 啊 玻璃瓶在加蛋 玻璃瓶在加蛋 好 變成有東西 有容器 玻璃瓶在加蛋 長生不老藥 林北居然做出長生不老藥了 給你給你給你 喝 哥你先喝 結果我先喝了 然後我就死掉了 喔 原來 啊 就是叫哥哥先喝看看 難怪這個時候他會被 關在那個鐘上面 原來這個時候就是他 被關了 然後後來 在那個誰 該怎麼講 總之給你 這就回到最初的原點了啊 對不對 就是在那個鐘裡面 找到他 他的叔叔嘛 就是他叔叔啊 他說他叔叔 後來往生了 就把房子留給他 就之所以為什麼他會這樣子啊 這邊都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這邊都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然後他就這樣掛了 然後呢 不用擔心 我們永遠 在於過去和未來的生活中 他也喝了 然後為什麼他喝了 他變了一隻烏鴉 他 幼虎的命運 掌握在這顆小小的種子手裡啊 現在得走了 貓頭鷹先生需要我 我們後會有期 無論在今生還是來生 結束了 所有秘密 結束了 所以說那時候他才回去找他 找回去他那個地方 然後拿起這個種子 再把它種起來 啊 受不了 可惡 好啊 過完了 終於全部結束了 好 我是覺得啦 剛開始呢還蠻有趣的 玩到後面卡關之後發現他有很多 他很多解謎的地方 不符合邏輯 就搞得後面感覺 有點像是快要變Fut Game的吧 我這麼覺得啦 因為我覺得你解謎 最起碼你這個解謎 後面要有一點邏輯性 或者是說 因為他這個遊戲很多個系列 可能是要變到說 你這邊卡關了 你要去玩他的其他系列的遊戲 你才有辦法知道這個關卡要怎麼解 他可能是變成是說 你不能只單依靠這一款遊戲 這一款遊戲 然後去破所有的關卡 好啦 大家快去休息吧 晚安晚安 掰掰 再見 再見 再見